好 我們接著鏡頭轉到國外 帶你來看 範高颱風可以說重創了 菲律賓的呂宋島 其中的卡家沿省幾乎一大半泡在水裡面 數千個家庭無家可歸 而看到了災區的慘況 國際佛光會的菲律賓協會 第一時間投入震災 日前還展開了第二波行動 法師們是攜手佛光幹部還有佛卿 親自挺進重災區 來發放民生物質 大馬路泡在滾滾黃水裡 溫暖家園一夕之間變成一片汪洋 泛高颱風橫掃菲律賓呂宋島 東北方卡家沿省受到重創 大部分地區變成水傷澤國 遇到近年來最嚴重洪災 數以千季家庭流離失所 國際佛光會菲律賓協會 第一時間投入震災 展開第二波救援行動 晚年寺監院絕領法師 攜手馬家智峰會會長李壽珠 和同修盧世青 還有佛卿挺進卡家沿省 以及伊沙貝拉省 發放包括白米 泡麵 奶粉 還有藥品等兩千份物資 預計約有一萬兩千人受賄 看到佛光人親自把物資交到災民手中 讓卡家沿省度隔加勞市長相當感動 而佛光人也用幸運大師莫保 還有著作和市長結緣 象征雙方要持續攜手 陪伴災民度過難關 天災無情 人間有愛 當地警局也頒發感謝狀給佛光山 和佛光會 感謝佛光人無私奉獻 成為災民 溫暖後盾 另一位是菲律賓總和報導